哈喽,这里扫饼色带,今天是2020年11月12号 这期视频开始了,我会把宝可梦珠子,也就是第九世代的新精灵 基本都先借一个介绍 包括种族质、属性、造型、进化型已经全部公开出来了 这期视频讲普通的精灵 然后神兽和那些悖论种,我下次的视频再讲 因为实在太多了,实在讲不过来 开头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想保留知道新精灵造型惊喜的那些玩家 就是这期视频可以先不要看 或者就是等过段时间,你开始玩了以后再来看 提前跟你们说一下,给他们几秒钟跑路时间 53个1开始,我们开始讲 首先我们讲这个准神 这一代的准神叫积极龙 很神奇的一个名字,我都不好意思念出来 背上背着一个大剑,他是一个冰龙属性的 上一座准神是鬼龙,这一座准神是冰龙 看这个造型还是挺帅的 主要后面这个大剑 然后眼睛黄色的,全身有种机械感 他的进化型 他的一段进化和二段进化分别叫凉几龙 还有,我这个搞错了,等一下 凉几龙和冻几龙 一个是鸡比较凉 一个是鸡比较冻 然后进化成三段就是这个 JJ龙,以后就叫他JJ龙了 一段形态是真挺丑的,看不出来这个三段会变得这么帅 二段有点那种感觉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他的种族值啊 积极龙,种族值600,准神,HP115 物攻145,我去 这物攻,这物攻这完全是神兽水平 一级神水平啊 对,固拉朵水平,固拉朵水平 防御90,特攻75,特防86,速度87 我去,这个特别强啊兄弟 这个耐久,这个物攻 这速度也不低啊,87点啊 比那个88点龙头地鼠要慢一点 龙头地鼠的话还能刻到他一下 地加钢属性,他这个冰加龙属性 不过这一座好像没有啊 这没看到有地鼠的样子 积极龙,这个种族分配特别的强 特别的暴力 肉眼可见的变态 这只精灵 145就是打谁谁就顶不住啊 我们看后面这个 他而且有一个新特性叫热交换 普通特性热交换 梦特性冰冻之躯 热交换受到火系招式攻击时 攻击会提高 哦,他一个冰龙属性的啊 本来火系打上去就是一个一倍效果啊 呃,那也不太好 一般对面如果看到你是积极龙的话 也不大可能用火系打你啊 肯定会用刻着的 比如说龙系或者妖精系 或者岩石系或者格斗系啊 或者钢系都是可以刻到积极龙的啊 火系的话是刻不到他 然后他有个新技能巨剑突击啊 巨剑突击威力120我去下回合对手攻击 必定命中伤害变为两倍啊 怎么就是一个副作用啊 你这回合打了对面 如果没死的话 对面下回合的攻击就会必中 并且他打你那个伤害会变两倍 真的真的有点变态 120应该是一个龙系本系的吧 呃,这个冰跟龙应该是龙系本系的 我猜是龙系他这个属性我还不清楚 120位 你刚才那个物攻种族是多少 145啊兄弟 我去这准神不得了啊 这个这个 这个太猛了好吧 这只 这个如果有机会搞一定要搞一个 这太强真的太强了 然后他梦特星冰冻之躯啊 是那个雪天下会给自己加血的吧 这个雪天在宝火梦珠子中有很大的改动啊 具体的效果还有细节 我现在也不清楚啊 只能等出来了以后 等那个官方说明 我们再看 这个雪天队到时候会有多猛 所以这只精灵真的是很强很强 这真的是低啊 这个杰杰龙 这杰杰龙很猛 哦对我后续补充一下 后面才知道他这个 这个交换还有个效果 是不会被烧伤啊 我的天哪 那这个效果是更强了 兄弟 不会被烧伤 那这个这个意义非凡了 这不会吃鬼火 我说物光也不会被降 我这个太厉害了 140的物光种族 然后不会烧伤 牛逼 真的牛逼 又更牛逼了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叫电海燕 然后它的进化型叫大电海燕 真的没有诚意啊 就加个大字就是进化型了 属性电系加飞行系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小闪电鸟啊 小闪电鸟属性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种族值 种族值490 不是很高 HP70攻击70 防御60 特攻105 特防60 速度125 那双方是一个60 然后速度很快125 马牛拉水平啊 特攻105 那属于一个通关能用的精灵啊 速度比较快 有这个出手拳打得快 大电海燕特性风力发电 然后续电梦特性斗争星 它这个风力发电是一个新特性啊 受到风技能攻击时会进入一个充电状态 怎么跟那个电镀啊这么像啊 风技能攻击它现在这个风技能具体的有些什么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确定是比如说那些什么空气斩啊 那种啊应该算是一个风技能 那动画里 噓噓噓噓噓噓噓的那种带风的 我感觉应该就是风技能啊 这个进入充电状态之后 它下一次使用电属性招数的威力会变成1.5倍啊 就是本来一个电系你是一个1.5倍的加成 然后加上这个充电状态 那就是1.5乘1.5 2.25倍的一个效果啊 伤害就变得更强了 然后它这个特攻105正好给它特攻弥补一下 不过这个风技能攻击 这个就触发完全是随缘啊 呃电加飞行属性特别好 跟闪电鸟一样 呃弱点比较少 弱岩石弱冰啊 还弱什么 这只精神可以移用啊 电海燕这个长相一般般吧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只 哇这只特别帅啊 斗蟋蟀然后进化猎腿黄 这个猎腿黄是一只很特殊的一只虫系宝可梦 以前那个虫宝可梦都很没有存在 什么又蟋蟀啊 出门都是什么音箱帅又蟋蟀 看都不想看一眼 这个猎腿黄是什么假面超人 那种设计特别帅啊 这只男生应该会比较喜欢 然后他进化以后会有个恶属性 虫系加恶系 虫加恶有谁啊 这个虫加恶 好像一下想不起来啊 虫加恶系 我们看一下他的另外图片 很帅很帅 你看第二章 第一章是他的一段进化型 一段进化型很小的 在这个游戏里面 二段的话 你看他背上 背上那个 背上这个东西 他切到你看脚下 可以当成脚 这个可以当脚打人 切割属性的可以可以 这个真的是太帅了 尤其是这张图片啊 这张图件上的图片特别帅 烈腿黄 这个可以真的可以搞一个 我们看他强不强啊 总足值哎呀怎么就450啊 不是很强啊 hp71 物攻102 物防78 特攻52 特防55 速度92 啊 他这个特攻分配的比较少 还是可以的 特防很低啊 然后速度92 物攻102啊 可以用的可以用这个东西 还是挺可以的 特性是虫之预感 然后梦特性有色眼镜 虫之预感是自己血量比较少的时候 然后虫属性 招式威力会变成1.5倍 有色眼镜的话 就是比如说你打一个 自己属性相信不好的宝可梦 比如说你这个恶习去打一个妖精气 本来是0.5倍的嘛 然后有这个有色眼镜的话 他就可以变为1倍 还可以乘2 就是打相信不好的属性时 也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倍率啊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但这是梦特 一开始肯定是无法入手的 这次精灵啊 很帅很帅兄弟 可以搞一个玩笑 烈腿黄 腿都烈了啊 然后我们看下面啊 怒音歌 怒音歌有好几种 我们一开始看到的 绿色的是其中一种 它有4种 绿色白色蓝色黄色 是一个一般家飞行系的 墨西哥的墨西哥 墨西哥鸟很多啊 它这个游戏啊 这个鸟特别多啊 等一下要好多个鸟 这里是其中一个鸟 怒音歌我们看一下怒音歌 这是那个图片 开局动画 怒音歌 种族质417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先讲它那个特性吧 怒音歌特性比较猛啊 特性威吓活力 然后毅力强行 它怎么有4个呢 因为是它一共4个 4种颜色嘛 应该是其中2个颜色的梦特是毅力 另外2个颜色的梦特是强行 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这威吓不用说威吓很牛逼啊 那个咆哮鼓嘛 这个然后活力是那个自己的物攻啊 会变成1.5倍 但是自己的命中率会变成0.8 啊有时候会很坑的啊 所以还是威吓比较好 然后这个种族质417啊 速度分的92点 然后双方分的51点 比较脆啊比较脆 HP82 但它有这个特性加成在稍微还好一点啊 没有特性的话 这只宝可梦就是真的是 实在是那种路边的小渣渣的感觉 有这个特性还稍微能玩一下 主要它还是一个一般加飞行 如果是其他属性的话那更好 一般飞行就比较一般了 下面是团猪猪啊 团猪猪出现好几次了 进化型 进化成这个鬼样啊 超限猪 它这个有点像那个机器人啊 兄弟 机器人那种 我以前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啥啊 那个 那个青龙岩月刀 不是青龙岩月刀 是那个雷霆半月展 对对对 那动画片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感觉有那种画风啊 里面就是那种机器人画风 超限猪 感觉长得比较一般吧 比较一般吧 那说不定有人喜欢这种啊 我不能排除这种 种族404 HP60 攻击79 防御92 特攻52 特防86 速度35 怪不得种族这么低 那速度分的很少啊 它应该是那种 慢速空间的玩法吧 然后它这个力度也比较弱 特攻52 物攻79 就是这个79 看一下特性不眠 还有蹲守 蹲守的话 是你攻击本回合内 切换上来的宝可梦啊 它的伤害会变成两倍啊 但是你也不知道 对面那个位置换不换 对吧 有点就是碰运气啊 蹲守 这蹲谁都不知道 完全就是个碰点啊 然后陷阱应该是它的新技能 陷阱的线是那个线 防住对手的攻击 同时降低接触到的对手的速度 这个就是保护升级版 保护一下 玩色对面的速度还要降一击 这谁想都没人想打它 这威胁也不大对不对 除非它有很厉害的技能 关于这些宝可梦的技能列表还不知道 也不用去讲这么细啊 就看一下 我们总体预览一下就行了 不然这么多一个精灵一个精灵 讲了讲 讲了几个小时都讲不完 比较一般吧 这个团猪猪啊 团猪猪比较一般 这虫精灵 刚才那个猎腿黄还可以 这个就真的是 又回到那种路人甲的感觉 下面是 不波啊 这个不波也是很早公开的精灵 是也是一个三段进化 进化到最后一段啊 变成了一个电系加格斗系 不波不吐波 还有八部吐波 每加一段中间加一个字 这个造型啊 它这个进化到最后一段 手中啊 有一个你看蓝色的蓝色的光标啊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应该也是一个能放炮还是什么 但是它这个宝可梦应该是格斗系 应该是打拳的 打拳的不像是放炮的 电属性 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种族值 种族值490 HP70物攻115 防御70特攻70特防90速度105 这一只这个种族分配特别的好啊 就是490虽然只有490 但它这个看着就特别舒服 不知道为什么 双防也不弱啊 双防有特防90速度高 然后物攻高 这个非常适合用来通关啊 而且这个前期应该就可以抓得到的 也是属于那种家家门口的那种感觉 格斗系加电系 只有三个弱点啊 地面系超能系 还有妖精系三个弱点 特性自然回复续电铁拳啊 自然回复是回到同行状态后 异常状态就会被治愈 序剑是被电系打时会回血 铁拳梦特性 梦特性增加全新威力招式的那个技能杀害 有一个特殊技能啊 新的技能叫复生祈祷 通过以慈爱之心祈祷 让陷入昏厥的后背宝可梦 以恢复一半HP的状态复活 这个是那个什么 那个是活力碎片好吧 它这个技能就是一个活力碎片的效果啊 免费一个活力碎片 而且PP只有一点只能用一次用一次就没有了 他以前宝可梦有一些那种复活技能是把自己啊 呃呃自尽 自尽完以后让自己后背宝可梦就是回满血 直接复活满血满状态复活 他这个是一半的HP复活 但是只有一点PP啊 各有优劣 这个也是挺好的 挺好的这只精灵真的挺好的 可以用的精灵啊 比较OK 然后长相也长得挺过关的啊 不会像有些什么什么什么超限珠这么这么这么偶心啊 超限珠 下面迷你服啊 这个三段进化终于是出来了 我对我前几天那个视频啊 基本都被被咔嚓一刀砍没了 兄弟 嘿嘿嘿嘿嘿嘿 迷你服进化奥力扭 奥力扭 一般系加草系 然后三段进化也是一个一般加草系 试记录啊 这个弱格斗系的会弱格斗 奥力瓦它长得这个完全出乎意料 我以为是会比较好看的人型的那种宝可梦 那种比较美型的 它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个树干还是啥玩意儿 一棵树啊 就是一棵树 然后整个像长的翅膀一样 树叶像个翅膀 然后红红的那个什么果子还是啥玩意儿 像个鸟又像个树 火焰鸟 草叶鸟 草鼠星的火焰鸟 这个东西长得 看着不就不是那么好看 也就是一般 长得又是很一般 现在看下来上面长得好看的 就猎腿 好像跟那个准绳比较好看 奥利瓦 总毒是510的 速度你看只有39 39速度 特防109 特攻125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什么东西 像那个布里姆恩那种感觉 空间特攻打手 防御还挺高的兄弟 这个东西还挺厉害的 真挺厉害的 草系加一般系 可能是打击面会比较弱 一般草属性的打击面都会比较差的 特性 掉出种子收获 掉出种子有个新特性 被攻击时场地变为清草 清草场地 我去 没有那个卡扑星星牛逼 卡扑星星出来就是清草制造者 这个玩意儿是被打了一下才会变成清草场地 那也行 因为他毕竟是个慢速嘛 别人会先打他 先打他 打他一下清草场地 清草场地那不得了 一开出来 他这个输出又爆炸了 很强啊 这个奥利瓦 奥利瓦空间 空间队输出手很厉害 这个东西 下面是爱吃屯 爱吃屯屯啊 一个最早公开的宝可梦 路边怪啊 路边肯定满大街都是这个精灵 他进化以后飘香屯 进化以后还飘香 就是让你吃猪肉呗 注意他有两种啊 弓的跟母的是不一样的啊 左边这个是一个弓的 右边是一个母的 这弓的这个耳朵有点烧 垂下来的 我感觉这个进化型不是很好看 没什么特点 这个特别可爱 这是第二张图片啊 就是爱吃屯没有进化的时候 他的耳朵特别的可爱 有点变成兔耳了 进化以后啊 瞬间就不怎么样了 飘香屯 弓 总度是489 HB很高 110 攻击100 防律75 特攻59 特防80 速度65 速度比较慢 不然这些精灵还行的 真的 速度65就很尴尬了 特性是 芳香木 贪吃鬼 不对 我这个好像搞错了 刚才说错了 弓的特性是甩不掉的气味 是一个新的特性 被接触类技能攻击时 对方的特性变成甩不掉的气味 就是跟那个木乃伊是一样的 一样的特性改了个名字啊 会传染 他的猪臭味会传染啊 飘香屯母的话 你看这种族值 血量比左边高个5点 攻击少个10点 防御少个5点 特防稍微高一点 我感觉还是 还是攻的好一点吧 攻的这个攻击稍微高10点 你这个 要通关用的话 你说用攻的还好一点 但是母的这个特性比较好用 母的有芳香木 贪吃鬼 还有后脂肪 芳香木的话 防心灵类招式啊 贪吃鬼啊 吃素 可以在2分之1血量时 就可以吃身上的素果 后脂肪的话 梦特性啊 火系兵器教室 对自身的威力会减半 这个的话 应该是最好的 后脂肪应该是最好的 也是个梦特 这只猪啊 就是 也是那种一般错会用的吧 一开始 应该就可以抓到这只精灵 主要是打的不好看 你长得好看点 你也好啊 这可以玩 这长成这样 我不想玩了 你不进化多好 不进化这么可爱 进化了变成这么 这么普通啊 就是很普通 就是一只猪啊 没有什么特点 就是一只猪放上来 就当宝可梦了 这个 下面我们看一下 岩石宝 就一开始 那个地图右下角 各位有个隐藏精灵 就是这个 这个岩石宝进化 岩石垒 岩石垒进化 岩石巨灵 我去 它是个三段进化 而且 很有意思 长得很有意思 就是精灵 像那个什么 我的世界 你知道吗 一段是看不出来的 二段开始 就开始我的世界 一个方块 方块方块 眼睛 都是像素型的 三段 它这个看不太清楚 看起来是比较帅 我的世界 然后站起来了 我去 岩石巨灵 岩是那个岩 不是岩石的岩 是我们吃饭 吃岩巴的岩 岩石纯属性 看一下 岩石巨灵 我去 速度35 慢速精灵 HP100 攻击100 防御130 特攻45 特防90 是属于那种比较肉的 肉的不行了 种族500 那物攻不是特别高 也没有那个旁岩怪 旁岩怪 也是个岩石属性 旁岩怪物攻 我记得很高 特性 洁境之岩 这个是个新特性 看见没有 洁境之岩 或者洁石 或者静体 静体是那个 纯静之区 纯静之区 梦特性 不会被降低能力 新特性 洁境之岩 不会陷入异常状态 并且幽灵系 伤害减半 不会异常 就是你不会被碎 那些吧 而且这个 幽灵系伤害减半 应该指的是 幽灵系打他 然后伤害会减半 他这个洁境之岩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洒盐 洒盐是驱鬼 可以驱鬼 所以说这个幽灵属性的 打他这个盐 身上都是盐的身体 所以说就 伤害会减半 应该是这个逻辑 新技能叫盐烟 把你烟了 每回合造成伤害 对刚系和水系的伤害 会加大 这个也挺厉害的 真的 看每个会掉多少血 感觉是挺强的 这个东西 而且对刚系和水系的伤害加大 刚系和水系本来都是刻岩石属性的 他这个盐烟可以对这个属性上的压制 可以有个反制反制效果 还可以 这只精灵 我比较喜欢这个造型 主要是长的时代 这太有特点了 这个设计真的很好 这只 这只是真的可以 是石头人 石头人 帅的鸭皮 石头人 我很喜欢石头人 以前玩那个什么 部落冲突 有没有玩过 有个手游 我好几年前玩的 我好几年前 玩了好几年 里面有个单位 就是石头人 也是这种 身上都是石块 防御很高 走得很慢 速度35 就这种 下面是狗仔包 狗仔包进化型出来了 麻花犬 麻花疼 麻花卷 也是个纯妖精系的 纯妖精系 我们看一下 麻花犬 种族值477 HP57 HP很少 攻击80 防御115 特攻50 特防80 速度95 这只精灵 而且有个新特性 焦香之躯 给他烤焦了 受到火系伤害时 大幅提升防御 看来他就是一只 强化防御型的精灵 防御种族115 速度95 是一个 速耐型 速耐型 但是HP又很少 这给的有点奇怪 血如果再给多点就好了 血太少了 主要是 等于这个防御再高 那血这么少 也没啥用 通关的话 感觉不太行 这个力度太低了 比较一般吧 这只宝可梦 就看他还有什么技能 现在技能不知道 而且这只精灵 没有三段精华 如果这个狗仔包 麻花犬如果再来进化 变得高大的那种狗 那就是厉害了 这二段就真的是家门狗了 瞬间就家门狗 家门狗的不行的家门狗 家门狗之前还有个木载狗 木载狗等一下也要说 下面又是一只狗 偶叫熬 偶叫熬 恶喜进化以后叫熬教父 熬 脏熬的熬 然后这个熬教父很奇怪 他有左右白色跟黑色 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知道是公母的区别还是怎么 现在还不清楚 恶属性的一只狗 恶犬 山中无老虎 恶犬称大王 熬教父 我去 看下特性有个威吓在 威吓看门犬 蹲守 又是一个新特性 有威吓在 这个实用性就提升好多 看一下这个看门犬 阻止技能 急速折返 伏特替换 快速折返 抛下红化 或者道具 什么道具等离场 阻止这些道具 或者技能的离场 就不让对面跑 对面跑不掉 跑不掉 然后还有一个效果 叫受到威吓 攻击会提高 对面比如说有个 咆哮虎上来 威吓你一下 威吓你一下 你降一段物攻 然后你这个 因为你是看门犬 所以你这个攻击 又提升一段 又升回来 这个不怕咆哮狗 咆哮虎 这两边对威吓 对面那个咆哮虎 还会被我们这边 威吓一下 是吧 就看谁先出场 谁后出场 这有意思 总组者505 HU180 物攻120 哇物攻还很高 防御90 特攻60 特防70 速度85 过去 那这次精灵也是很强的 通关完全可以用 非常强了 可以说是 而且有个威吓战 这个速度85 跟物攻120 正好是那个水主 水主那个名字也出来了 叫什么 跳舞鸭 狂荒 什么浪舞鸭 什么的 很搞笑 力度跟水主一样 这个东西 很强 这个敖叫服真的很强 特性的话 看门犬 我觉得不如威吓 肯定是威吓好用 敦手的话 就是刚才说过了 就是那个 线偶珠 超线 超线珠的那个特性 碰点 看脸的特性 下面是木宅狗 这木宅狗进化以后 我的天哪 这能看吗兄弟 这个也太恐怖了吧 这长矛 那个女鬼呀 女鬼狗 特别吓人 然后你看 那个蜡烛变成一个坟墓啊 坟头 坟头泵迪就是他 牧羊犬 木都给你羊了兄弟 牧羊犬 坟头泵迪牧羊狗 我去 总毒值488 HP72 攻击101 防御100 特攻分的很低 不错 特防97 速度68 速度很尴尬 这个东西 特性的话 波杀 毛茸茸 波杀是可以进什么 进杀暴队 也不是吧 他这个幽灵属性 进杀暴队 而且没有延时属性 应该加不到特防 那杀暴队应该也考虑不了了 速度68 你翻倍一下 其实都不是特别高的感觉 这个毛茸茸特性是以前那个毛茸脚羊 受到接触类招式的威力啊 会变成二分之一啊 这个还是挺强的 这个梦特性 然后如果是受到火属性招式的威力的话 会会变成两倍的伤害 就是比较怕火 但是普通的那个接触类招式打他是只有二分之一的 梦特比较强 比波杀强 扫木是他的新技能 被打倒的队友越多 技能威力越高 技能威力怎么算 现在都不知道 就是你队友死 就是有三个队友全死完了 然后你最后放一个牧羊犬 扫木 给他们队友清明节全部扫一遍 我去 瞬间威力爆炸 就这只精灵的设计 其实是设计的不错 就是稍微恐怖了一点啊 太西方了 那种万圣节的感觉 我是有点接受不了 这种宝可梦太可怕了 完全不是宝可梦的话 然后这个你看 这波士可多拉的嘴巴 波士可多拉的嘴巴 这事情就下巴 眼睛还看不到 哇去吓人 下面是飘飘厨 还有超能雁驼 飘飘厨还挺可爱的 超能雁驼 进化以后变成鸵鸟 而且这个鸵鸟的配色 你看没有 头上有个白色的头发 有点理人的感觉 有点白发 那什么尼尔机械巨元 而且其实感觉 这个配色不太好看 这配色太烧了 这个没法看 这个配色 超能系 超能系很弹腾 我们看一下 总足值481 HP95 攻击60 防御60 特攻101 是个特攻手 特防60 速度101 那双防都是60 然后HP也还一般 然后是一个速度比较快的 物攻也稍微中等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通关能用也能用 就是稍微脆了一点 超能系其实比较超弹 我不太喜欢超能系 除非是造型很好看 你这个造型 这个什么 这个鸵鸟 这个颜色 让人实在是提不起来 去玩的兴趣 特性跟风 新特性跟风 跟风对手的能力提高时 自己也跟得提高 对面什么剑舞一下 或者什么独拉弓荡 这边他也会跟着提高自己的能力 这个特性挺厉害的 这个是新特性 真的挺厉害 复制对面 不怕对面那种强化 强化 你这边也跟着强化 另外一个特性 察觉 那个彷徨人看到剧的 另外梦特性加速 火焰机 每一个盒加一段速度 这个也可以 这个梦特也可以 梦特跟这个跟风都可以用 感觉你说 玩新特性就玩跟风 而且是普通速 而且普通特性 一开始就有 这精灵也比较一般 就是那种凑合用 中等的精灵 总组值481 没有过500 Next 波普海豚 海豚侠 这个精灵特别搞笑 真的 波普海豚 你还萌萌达 进化海豚侠 你看中间还有个什么爱心 这海豚侠 Ethero 好吧 Ethero 海豚侠 海豚侠这个精灵 而且设计特别有意思 这个总组值457 HP100 攻击70 防御骑士特攻53 特防60 速度100 你看这个特攻分的 很好 主要是他有个很厉害的东西 就是他的特性 特性叫全能变身 出场后 退场回到同行队伍 会变为全能状态 变成全能状态以后 他这个总组值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一个457直接干到650 我这是什么水平 650 那是 超 这完全就是神兽 直接变成神兽 攻击 160 这 这有点 有点假吧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数据是真的 防御97 然后特攻升到106 你连特攻都能打 特防升到87 速度本身也有100的速度线 这精灵太变态了 而且他这个退场回到同行队伍 其实这个条件不是很难达成的 你自己手动换下来都行啊 而且他可能可以学那个快速折返啊 就是那个水返啊 如果可以学的话 这个精灵是不是就是有点无敌的感觉啊 我感觉 这完全就是神兽啊 这是精灵 肯定可能有什么限制吧 我猜 不可能这么变态 要不就是后面会虚弱 太强了 这个海豚侠完全就是bug级别的 这神兽 放在那个海边 随便以后全都是神兽 海豚侠过去 长得有点那个 有点 有点诡异啊 真的有点诡异 你 下 下半身还是这个细的 就是 真的是海豚 下半身就没变 上面这个 圆圆的 什么外星生物都不知道 就他这个物攻变成160 真的是太夸张了 比之前那个准神 那个100 140的 那个JJ龙 还有猛 下面是索财林啊 这个官方介绍过这个精灵啊 我上个有个期视频 就是专门说过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要收集那个硬币啊 它会藏在地图是各个角落里 它进化以后叫赛富豪 鬼家刚系 然后变成了一个金人 没想到 不是 不是那个美路美塔 那个铁人 这个现在是小金人 奥斯卡小金人 然后赛富豪有钱 赛富豪 赛富豪鬼家刚系 鬼家刚系还是那个鬼剑 鬼剑的属性 弱一个地面系 弱火系 弱恶系 弱幽灵系 特性黄金身躯 不会受到对手变化技能的影响 我这个也很强啊 这个技能 这个特性 对面比如说啊 什么那种 什么鬼火啊 打你 还有那种什么 催眠啊 睡睡你 都都搞不了 小金人一个沉默属性 给大家看沉默一下 总足值550 HP87 物攻60 防御95 特攻133 特防91 速度84 特攻实在是太猛了吧 这个东西 HP 防御 特防 速度都不弱哎 种族是一个550 这是什么 那风速狗啊 风速狗级别的很强啊 这个 准神以下 最强的可能就是塔郎 这个柱子里面 哎不对 还得排除那些悖论种 那悖论种也很猛 悖论种都有些比这个还猛 但悖论种不能算准神啊 这座精灵应该是非常强了 84速 也是可以 就是可能进化条件会非常困难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获取 可能 这通关你说你想搞一只 你肯定也不好搞的 这赛不豪 不知道有多大的精灵 看起来是那种人比较小个 小个的就不帅 应该大一点才帅 小精人 下面是浦龙龙 还有浦龙龙母 又是一只很神奇的设定的精灵啊 这个设计的真的很有创意啊 它其实是一个车啊 你看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就是那个天心队 天心队开的那个 PV画面里都有 它那个红头发天心队老大 开出来 结果谁都没想到 这开出来居然是一个宝可梦 属性刚系加毒系 是一个四倍落地面的属性啊 这一段你看 这里有个方向盘 那个小车 然后前面这个不知道是喇叭还是手杀啊 就是一个车车宝可梦 车车宝可梦啊 你看比较帅啊 这个 总毒值500HB80 攻击119 防御90 特攻54 特防67 速度90 速度90 物攻119 这又是一个通关可以用的精灵 就是刚加毒系 你说刚加毒系打击面怎么样 毒系打击面能打到谁 打到草系 打到妖精系 然后你这个刚打妖精 打冰打盐 这差不多 打击面也是可以 但是就感觉奇怪 因为这个属性没怎么见过 刚加毒 特性防尘或者过滤 防尘是防那个粉尘类技能 过滤的话是自己受到招式绝佳威力的效果的时候 自己那个受到的伤害会减少三分之一 波斯可多拉 马嘎波斯可多拉的有个特性 很强 这个特性这个孟特就是很厉害 直接就 降低这个 他受到的地面 你被地面四倍克的本来 然后地面四倍克你有了这个过滤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三倍 就是不会那么疼 这精灵特防有点低 67点 其他的都还好 总都是500 也是属于通关能用 急速转轮是一个新的技能 对对手造成伤害大幅下降自己的速度 属于一次性打完自己速度 几乎就没有了 基本就变成后出手 这个急速转轮的威力应该是100点 100点 然后PP是5点 是一个刚系技能 还是可以的 刚系技能100 本系150 如果是太精化的话就是200威力 还是挺猛的 太金刚 比铁头要强个20点 这个新的一个牛逼的刚系技能 百分百命中 下面是电毒蛙 小电毒蛙是一个金色的很小一只 然后电毒蛙我们以前介绍过 电毒蛙它这个造型 之前说过就这个不是眼睛 白色的不是眼睛 中间这个黄色的两个小点是眼睛 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嘴巴 电毒蛙是那个奇术 跟那个电系管主奇术一起出来 奇术肯定会带这个电毒蛙 感觉现在这只宝可梦设计的还是可以的 你看对比上面有些 有些根本不能看 那个那个什么什么蜘蛛啊 而且下面有些很丑啊 这个电毒蛙已经算是比较可爱的 这种 纯电系 纯电系 或者静电梦特性潮湿啊 电力转换新特性 受到伤害时 会进入一个充电状态 这个我之前视频有说错了啊 就是充电状态进入以后 它下一次使用电系招式的威力 是会变成两倍的 但是它的特防不会变成1.5倍啊 它这个电力转换就是你被打一下 你特防不会提高 还是原来那个状态 完整你下一次使用电系招式的威力 会变成两倍是这样子 充电的话是专门有一个技能 那个技能用了以后 才是提升1.5倍的特防 跟这个电力转换有点点不一样啊 这个我修正一下 然后它这个特攻103 你看速度45 后出手 后出手你被打一下 然后进入一个电力转换充电状态 完整打一个电系技能 特攻又可以增幅一下啊 这伤害还是挺可观的这只精灵 没有就是想象中那么弱啊 但是它前提一定要用电系技能 用别的技能 它就不会有这个增幅 HP109 这个还挺肉的 这只精灵是一般吧 一般吧 你说进空间队也不太好吧 进空间队的话 它就会变成先出手 先出手它这个电力转换有时候就吃不到 就比较吃亏啊 所以说你这个进空间队也不太好使 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正常通关的话应该也是能用的 这只精灵 长得挺可爱的 你看电毒吧 这中间两个黄色的是眼睛 很可爱 下面是这个派大金 还有小派大金 小派大金叫走金 小派大金张开嘴巴的 哈哈一笑 然后大派大金这个闭上嘴巴 笑不出来 小的挺好看的 刚才是从雪山上面可以抓到的精灵 这个雪山应该是地图偏上面 偏那个离出生地很远的地方 这个估计要抓到要比较晚 派大金 不是派大金 好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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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说派大金 就是两个真是搞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大金特性厚脂肪 梦特性强行 厚脂肪很好 他本来是弱火的嘛 弱火来个后脂肪 他这个受到威力 伤害啊就会变得很少 这个就可以存活下来 种族值得也挺高的 你看521这个东西 HP170 血量非常的厚 玩是物攻113 防御65 特攻45 特防55 速度73 这个特防有点低 HP特别高 像那个洪金王啊 什么卡比兽啊那种 学特别多的那种精灵 我看他可以学瞬间失忆 还有弹跳 弹跳是一个飞行系技能 我这个太大金还可以飞啊 跳起来飞起来 可惜他不能急剧飞冲啊 速度73 有点慢 而且这只精灵他居然 不是一个剥血啊 如果是剥血就好了 那雪天队剥血 这个浩大金不是 这是一个被血人物吗 他现在这个没有一个剥血 这是比较意外的啊 速度73 急速的话应该是137 如果是有个剥血在的话 对吧 但是翻倍其实是可以看的 这座雪天队会大幅强化 雪天的效果 我现在啊 等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啊 这个浩大金你说通关能不能用呢 嗯也能用吧 但是比较后期了 你那个时候 说不定都已经用不上了 下一个我们看啊 这只精灵也很好看啊 什么小段将啊 进化巧段将 再进化巨段将 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拿着锤子的宝可梦 汉妈 汉妈 Pokemon 一段这个上面一个小辫子啊 二段应该长出一个猪鼻孔 猪鼻孔三段就变得比较可爱 妖精系 妖精系这个精灵的样式 那个锤子变得很大个 哇大锤子 妖精系加钢系 这个属性那是什么 见狗嘛 这个属性防御是很不错的啊 你说这个弱火啊 然后弱地面 其他的基本都不怎么怕了 打击面的话也还可以 而且他的技能词是比较丰富的 他不但会妖精刚系技能 还会格斗系啊 什么恶系啊 什么都会 这只精灵啊 我看一下这个巨段将 巨段将总足值 是506 500出头 HP85 攻击75 防御77 特攻70 特防105 速度94 比较突出的就只有一个特防跟速度 看来他是一个速度的特盾型 但他不是一个输出手啊 比较偏向于防御 而且属性也是偏向于防御 还有这只精灵的话 比较全能比较综合啊 特性破格 我行我速 顺手牵羊 破格是无视特性 我行我速不会混乱 顺手牵羊是对面打他的时候啊 如果对面有道具 那个道具会被他抢走啊 这样看来还是破格 就就拿一个破格吧 破格就当个白板特性用啊 还可以主要是造型比较美型 真的是比较美型 这次精灵通关也行 你说虽然说你说力度不高吧 好看就行吧 好看就行 我是挺喜欢这一只啊 幼金刚才拿锤子打人 然后他有个新技能啊 我们给他改一下 距离锤 威力160 一个刚系的招式 威力160特别夸张 但是有个副作用是无法连续使用两次 那你第一回合你打个距离锤 然后第二回合你不打 第三回合你再打个距离锤 这样其实也没什么影响 你可以第二回合你打个妖精系技能 对吧 或者你保护一下也行 这个很厉害 160相当于强化了他这个物攻 物攻本来只有75 在这个威力160的增幅下 还是稍微能看一点的 如果是太金刚属性的话 直接就变成320的威力了 我这不知道是太金腰还是太金刚 两个都有可能 这个属性顺序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我现在还不清楚这个 next 狮猴吧 狮猴吧 属性 谁属性 你看他样子有两个样子 这是什么语言 是金鱼还是什么语 应该不是金鱼 是别的那种语 不知道叫什么语 狮猴吧 狮猴吧 特性淳朴 磁盾 磁盾 水墓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技能 叫什么 上菜 如果口中有米粒龙 按其样子提高能力 这个米粒龙 他是一个另外一只精灵 也是一只新精灵 我们等一下两个一起说 他这个特性淳朴磁盾水墓 选一个磁盾会比较好 磁盾你还可以防一下威和 他本身是个物攻什么 淳朴的话也行 可以防止对面那个能力强化 然后上菜也是一个有威力的技能 是一个龙属性的 龙属性物攻80 PP10点 命中百分百的一个技能 龙系技能 打完然后变身 变身的话应该就会很厉害 他这个没变身之前 这种族值530 没变身就挺厉害的 然后HP150又是一个高血量 物攻100 防御115 特攻65 速度35 特防65 慢速精灵 慢速精灵 像那个弱定鱼一样 而且他这个变身呢 也有点像那个弱定鱼 鱼群状态 然后变得很牛逼 但是他需要两个精灵一起合体 我们看一下那个米粒龙 米粒龙就是这只水系加龙系 这个是小帕鲁齐亚 这个就是小鱼 挺好看的 这是小鱼 有点像那个什么 他的原型应该是寿司 还是什么玩意 那种带鱼肉的寿司 特性 发号施令 饮水 梦特性饮水 发号施令 出场若队友是吃猴霸 则进入口中发出指令 他两个人 一个米粒龙 一个吃猴霸 两个双打同时放出来 米粒龙会直接进入这个吃猴霸的嘴里 玩下吃猴霸放一个那个上菜技能 他就两个人就可以变身 变身后种族值不知道是怎么样 肯定也是那种很变态的 毕竟是两个宝可门合体 玩下这个米粒龙 种族值4C5 有点 HP有点少 攻击很低 防御60很低 特攻我去120 特防95速度82 那这只精灵也是可以用的 这单只精灵拿出来也可以用 速度82 特攻120 力度很高 这要玩的话是完全没问题 就是防御稍微低一点 特防也能看 而且水龙属性 水龙属性本身抗性就非常好 若那个 若妖精若龙嘛 其他的 就不怎么怕 就没有什么弱点 若妖精若龙 这两个属性本来就挺少的 打的基本打不到他 所以这个米粒龙也是可以用的 如果你有个再玩个吃猴霸 两个人一起搞 可以可以 孟特性饮水 孟特性饮水 这个 还是发号施令吧 如果单玩米粒龙 你搞个孟特性饮水 后面我感觉得讲快点 这个还有好多精力没讲 虫滚泥 这个是史克狼 史克狼又是虫系精灵 虫系精灵 进化虫加超能 虫甲胜 虫甲胜 虫甲超能 超级巨 以欧路浦 这是长得真丑啊 这精灵 这真丑的能力 我都不想看了 本身就是一个史克狼的设计 完色进化以后 都把这个屎顶在头上 然后屎还发光了 紫色的屎 虫甲胜特性同步 孟特性心灵感应 流光冲击 是他的一个新技能 这个流光冲击 这个技能不知道有没有 真不知道有没有 我也不确定 造成伤害大幅降低特 也不知道是对面降低 还是说我们这边降低 应该是我们这边 应该是对面 应该是对面降低吧 打完对面降低 不确定 这个技能不确定 总足4007 你看特攻有115 特防100 速度45 是一个空间型的 空间打手特攻型 防御也还可以 智慈精灵 空间下可以用 但就是怎么 他这个虫甲超能系 属性太差了 真的是 我感觉是基本没法用 虫甲超能 你说的有多少个弱点 这感觉这就至少 五六个七八个弱点 你说什么恶系 幽灵系 火系飞行 什么全部克塔 这个玩意 虫甲胜一般般不太看好 本来长得也丑 下面是 那是草 进化以后变成 布那是草 这名字 草属性加鬼属性 又是个草鬼 草鬼特别多 而且这只精灵长得也很丑 这全部都很丑 下面的什么虫甲胜 什么那是草 这丑的一笔 还不如上面垫堵啊 布那是草 特性成风 孟特性穿透 成风又是一个新特性 当吹起顺风的时候 或者受到风的招式攻击时 物攻会增加一击 他应该学不了顺风吧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他是被吹的 他是一个草 他在沙漠里滚来滚去滚来滚去 别人吹风 吹他 然后他在那里滚 他自己不会吹风 不确定会不会 五五开吧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我觉得应该不会 龟草属性 总足四百八 速度九十点 物攻一百一十五点 这还可以 兄弟 这东西还可以用的 双方是一个七十 这可以用 血量有点少 但是也是可以用 长得太丑了 但是可以用 这我都不想用 这实在是 这谁设计的草 应该中间这是眼睛 还是什么东西 太难看了 太难看了 属性的话也一般般 草鬼 我刚记得 剑盾里面也有这种草鬼 那个叫什么东西呢 下面是热辣娃 还有狠辣椒 很有意思的精灵 热辣娃 这个很小一只精灵 进化以后狠辣椒 变成了一个 炒火属性 哇 这个属性 这个太稀有了吧 以前就是没有这个属性 狠辣椒 狠狠的 头上一个两个辣椒 左边一个狠辣的是火系 右边一个是草系 炒辣椒 火辣椒 长得很鬼畜 但是这只精灵设计的 真的 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不是挺好看 就是比较好的设计 不是说挺好看 挺好看 但是 比较强的 确实挺好看 什么 塞鱼龙挺强 也很好看 很辣椒 你看 很牛逼 这个特性是什么 有个叶绿树 看见没有 叶绿树不眠之心 心意不定 心意不定是梦头 它主要是叶绿树 叶绿树 它本身 晴天下输入3倍 晴天下是有火系1.5倍加成的 然后再加上火系本系1.5倍加成的 也就是说 晴天下本身就有2.25倍的伤害 并且如果是太金火的情况下 那就更猛 太金火的话 应该是变成 2倍乘上晴天变成3倍一个伤害 我去 随便打个火系技能 那就是3倍伤害 很猛 这是进化版的什么 进化版睡人哥 但是它肯定是睡不了人 看它总足是486 双攻1108 可以一个双刀 速度75 速度75 一般 但是会有叶绿树 叶绿树一加上去就不得了 速度75比那个妙娃花要慢 辣椒精华是它的新的一个特殊技能 它这个技能是 让目标的攻击大幅提高 但是防御会大幅降低 这个不知道怎么用 你如果先手给它套一个辣椒精华 它这个 它这个攻击大幅提高 它下回又不是直接把你给弄死了 是吧 应该是双打 应该会有什么特殊的用处 现在还想不出来 这到底具体怎么用 这个辣椒精华 心意不定 你看心意不定 这个梦特其实也可以玩了 这我就不细讲了 细讲的话真的 这视频真的太长了 next 禅红鹤 就是那个火烈鸟 这火烈鸟 它翻译不叫火烈鸟 很意外 叫什么禅红鹤 是什么鬼 它是应该不会进化的 就是一个单只 就是一只禅红鹤 格斗系加飞行系 我去 这个属性 其实挺牛逼的 格斗飞行 斗飞 斗飞是 加热闪电鸟 就是斗飞 禅红鹤 特性 先看右边 总足是500 500物攻 115 速度90 防御74 特防60 可以用 可以用 这玩意还挺厉害 属性也比较强 然后 总足值也比较强 通关完全可以用 而且拿过来就是不用进化 就很牛逼 直接可以打 特性 胆量 盘山 同台共演 胆量是一般系或者格斗系技能 可以打到那个幽灵系技能 它本身有个格斗系 所以说胆量可以 盘山的话是自己混乱的时候 对面打你可能打不中 同台共演 一个新的一个特性 出场时 复制同伴的能力变化 哇去 那这个玩法就厉害了 双打的时候 队友已经是强化的很牛逼 什么很牛逼什么 朵拉弓当时一直当时当时 然后他这个出来就是当时 复制了一下 那边当时几时 这边就当时几时 同台共演 一起当时 这个很厉害 所以这次精灵啊 我是确实挺牛逼的 特性也很牛逼 这个面板也挺牛逼 下面是金光芽 金光芽进化金光花 是一个蓝色的花 能使墨西哥什么花 属性毒系加岩石系 是一个以前那个虚无一得 就是这个属性 岩加毒 4倍弱一个地面系 这个属性其实很不好 4倍弱地面 但大家都在地面系技能以前 这是根本没法玩 出来就被干死了 金光花 总足值525 HP83 攻击55 防御90 特攻130 特防81 速度86 我去这这玩意还挺厉害啊 真挺厉害 这花很强啊 总足是525 已经是玉山加水平啊 特性是毒满地 或者腐蚀 毒满地又是一个新特性 受到物理招式伤害时 撒一把毒灵 很厉害啊 这个东西 白嫖 对面打你一下 你这边撒个毒灵 对面换上 对面换上宝可梦 会中毒过去 腐蚀特性是可以让刚系 或者毒系的精灵中毒 还是这个毒满地 毒满地毕竟新特性 这特攻130就离谱了真的 这离谱真的离谱 太离谱了 这个力毒 这真的是普通的精灵了 但是蝉虹赫 还有这个金光花都很强 next下面是苍颜任鬼 还有红颜凯奇 这个以前官方就介绍过 左边红领凯奇是一个盾 不是盾板 是那个猪板陷阱 右边苍颜任鬼 是纸板陷阱 中间碳小式 是他们的一个 未进化的一段形态 一个火加超能 左边火加超能 右边火加鬼 属性上来说 肯定是右边火加鬼 会比较好 从种族值来看 也是右边的苍颜任鬼 会比较好 你看hp虽然少了一个10点 但是他的速度快了10点 左边只有75 右边85 左边是一个特攻型的 右边是一个物攻型的 还是右边比较稍微好一点 左边的属性也不太好 国家超能 特性的话是引火 碎裂铠甲应该是梦特性 一般都是引火 碎裂铠甲的话是被打一下会降防 但是加速 但是现在珠子只有太金化 没有急剧化了 这个碎裂铠甲以前那个玩法 应该也是不好用啊 这感觉还应该是引火好一点 这两只精灵是可以用的 这可以用 毕竟是一个主打招牌精灵 限定的 然后你右边这个苍颜任鬼的话 他这个属性跟火主 那个鳄鱼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如果只版本 选一个火主 那这个苍颜任鬼就比较尴尬 就不要用了 这是这样子 下面是一队鼠 一队鼠进化 一家鼠 之前的隐藏了 隐藏精灵之一 一队鼠就是两个老鼠 两个老鼠进化 变成一家的老鼠 变成四个老鼠 我看一下这个精灵 很有意思 总足470 速度111点 速度特别快 物攻不是很高 然后特攻也一般 其他的都是比较平静 就速度比较快 特性友情防守 夹囊 或者技术高手 友情防守 是一个保护队友 而降低伤害的特性 夹囊的话 吃素果 然后会有个额外的 血量的一个加成 技术高手 是使用那种 低威力招式 小于等于60的招式 威力会变成1.5倍 然后再配合他的新技能 叫什么 鼠树 鼠树 鼠树可以打10下 我去 连环霸掌你说打几下 这个鼠树就狂打 疯狂的打人 应该是配合他这个 梦特性技术高手 会变得更牛逼啊 看这些运气好 运气好 打10下就爆炸了 我看啊 这个 这个数数是一个 威力20的技能 命中90点 PP10点 那你这个威力20 你打到10下的话 那就是200 200 这配上这个技术高手 是多少 这300 300加上这个 一般系的加成 那不是450 这打中10下 打450的威力 太恐怖了 这个东西 450 你这个物攻75 其实都无所谓了 直接就 爆锤啊 那对 还有太金化是没算 太金化算上去 就是多少呢 太金一般 我算算 太金化的话 是两倍吧 两倍的话 是40 40 你打10下是400 400的话 你再加上一个 再加上一个技术高手 打他板10下 太金化 属色打600伤 不死就也得死 不过这需要 运气特别特别好 很低的概率 下面是图标克 官方介绍过 图标克进化之前叫 资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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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系加一般系 这个属性 这是 他其实不怕格斗 格斗打上去 他是一般效果 这个图标克 总足值485 HP63 攻击95 防御65 特攻80 特防汽车 速度有个110 其他都比较少 就是速度稍微 110 特性 轻装 毒手 恶作剧之心 我的天 主要是这个恶作剧之心 梦特性 看来这个精灵就是第九代的恶心 上一代有谁 上一代是什么疯妖精啊 什么长毛 长毛钩 这次是这个图标克 图标克独家一般 感觉属性比较一般 这个属性 会什么 会挑衅 会替身 会什么垃圾射击 会拍摞这种技能 可以玩一个为手流 也可以玩一个那种辅助精灵 感觉是比较少玩法比较多的宝可木 速度也很快 但没有风妖精快 110 下面是这个海地鼠 我去这个精灵 那个纪念秋捕捉海地鼠 我那视频你还记不记得 进化以后怎么变成一个红色 然后中间是石头还是什么 好恶心啊 这个进化了真的不好看 还没有山地鼠好看 山地鼠你说这还能看 这个东西是像什么东西 鬼畜太鬼畜了 这个精灵 山地鼠 山海地鼠 我们看看山地鼠跟山海地鼠啊 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山海地鼠是一个水系 山地鼠是个地面系 种族值的话就是一样的 你看425 425 攻击也一样 防御也一样 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没有变化 就是一个属性变了一个水系 特性的话 左边是年华胆怯跟沙蚁 右边是杀影杀血跟沙之力 我感觉还不如右边这个沙之力牛逼 沙之力还有一个沙包队 沙包队还可以稍微烧一下 是吧 左边这个胆气人是真没什么用 应该会用一个年华会比较好一点 别人打他会实现一个降速效果 这次精灵有个技能叫三连转 三连转 转三下 每下是30点威力 命中率是95 PP是10点 并且是一个水系技能 只要是这个三连转 而且他会有那个水流喷射这个技能 会有个先制技能在那里 这次精灵比较一般吧 你看这耐久 这耐久谁用谁死 HP就35点 没打死人他下额就完蛋了 下面是原野水母 是那个独次水母的一个地区形态吧 这水母变成了一个这个红色的 然后进化了叫陆地水母 变成一个陆地形态 陆地形态 变成草系加地面系 这个草加地 我们上次玩珍珠钻石的时候 金炭钻石明亮珍珠玩过了 那个土台龟 土台龟就是这个四倍若兵系的一个属性 独次水母进化成了一个土台龟 土台龟那种族值515 HP80攻击70防御65 特攻80特防很高 一样的 跟那个独次水母差不多 就是一个特盾 这个特盾平平无奇吧 平平无奇的一个特度 输出也不是很高 但他有个新特性 军师之力 使用变化技能时必定后手 但无视田木等特性 这个应该是他意思会碎人的意思 但是他必定是后手碎人 无视田木是什么意思 这个无视田木 田木就是可以防睡眠的 但是他无视田木 就是说他睡人肯定可以睡 就很猥琐 这个猥琐的精灵 又新一代睡人格就是他 陆地水母 后手睡人 但是他速度很快 必定后手睡人 这是很奇怪 这是什么鬼 我们补充一下这个特性是 虽然行动会变慢 但是能不受对手的特性妨碍 他这个描述是这样一个描述 不知道是不是后手 改一下 行动会变慢 不受对手特性的方案 又多了一个强化效果 看来还是挺好的 而且他会的是蘑菇包子 蘑菇包子 必中碎人 就是个很牛逼的碎人格 抖力姑 抖力姑二代 这个陆地水母 下面是拖拖影 是一个刚系的精灵 这长得好鬼畜 这个是什么东西 蚯蚓还是什么 就是蚯蚓 拖拖影就是蚯蚓 红色的一个蚯蚓 刚系的 我们看一下这图现 这样看 左边这个还挺好看的 这样子 像雷电球 什么东西 右边看着就不太行 这个东西 不好看啊不好看 一般啊 看正面挺好的 侧面看起来好鬼畜啊 拖拖影 总毒值480 HP70 物攻85 然后防御有个145的防御 我去这个好恐怖 这是什么防御 这固拉多防御 好肉啊 特攻60 特防55 速度65 特防很低 但是物防特别高 是个物盾 这个物盾的新特性 石土 受到地面属性招式攻击时 会回血 哇去 本来地面属性招式 基本是个物攻 他物防还高 然后你还能回血 就算克他也没用 孟特星一个杀影 还是用石土 这个物盾 物理盾牌 很厉害 很肉很肉很肉啊 那他这不怕地面 他就怕一个格斗系 跟火系 两个弱点 是这样 下面是下石鸟 下石鸟 就是会下石头的鸟 不是下石啊 是下石 是恶系加 飞行系 我去 这又是恶加飞 等于有一个 有个悖论种 也是恶加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讲 下石鸟 恶加飞 小伊佩尔塔尔 刚才点 刚才点错了 这个下石鸟 种族值485 速度82 物攻有个103点 双防的话是85点 那也是可以的 还是一般般可以用的那种经营 特性 剑撞凶肌 锐利目光 斑岩 斑岩又是一个新特性出来了 我们先说这个剑撞凶肌 不会被降防 锐利目光是不会被降命中 斑岩的话 那看来是用斑岩 这个斑岩厉害 岩石系技能威力提高为1.5倍 我去 本身它是恶加飞属性 他再加一个岩石属性1.5倍 本身就恶飞岩三个打击面 我去 再加如果你说太金化一下 太金化再太金的别的 别的一个那个属性 那直接4个技能都是1.5倍 那打击面就非常厉害 这是精灵 速度的话就稍微一般的一点 稍微慢一点点吧 其他的真的挺不错的 这是精灵 下石鸟还不错 还不错 鸟特别多 刚才已经说了好几个鸟 后面不知道还有没有 这游戏里全是鸟 你选什么鸟都可以 鸟人游戏这个宝可梦珠子 下面是青生雪 是一个鱼 特性 属性水加超能系 又是一个超能系 特性破格或者是风锐 应该是梦特性风锐 风锐是增加切割类招式的伤害 就比如说那种什么精神利刃 埃鲁雷夺精神利刃切人 用这个风锐就会比较牛逼 总毒值 478 HP90 物攻102 防御73 特防65 速度70 比较一般 这个速度就是70点 这精灵属性也不太行 比较一般的那种精灵 所以估计那种到处游来游去的 这个就没什么好讲的 它虽然有个风锐 但是出手权比较少 下面 猫牙蟹 猫牙蟹 很牛逼 猫牙蟹 不是很牛逼 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设计的真棒 大杂蟹 岩石属性 纯岩 总毒是450点 物攻有个100 防有个115 特防比较低 速度的话 比较一般 75点 但它有一个新的特性 叫愤怒甲科 之前介绍过了 愤怒甲科 半血以下时 自己的物攻 特攻 速度 全部加一级 物防跟特防 减一级 就是那个破壳 类似破壳 效果比那个破壳弱 但是它是一个被动效果 愤怒甲科 会自动发动 别人打它一下 它半血以下 它发动愤怒甲科 加物攻 加速度 加特攻 直接把对面干死 很牛逼 然后另外两个特性 一个硬壳盔甲 不会被中药海 然后再生力 收回来会加血 还是愤怒甲科吧 这个愤怒甲科 明显是很牛逼的一个特性 猫牙蟹 可以用 它不会进化 不会进化 一抓过来 估计就是挺强的那种精灵 防御也比较高 物攻也是100点 可以用的 这次精灵是可以玩的 下面摩托西 摩托西 种族值501点 你看速度 这个速度 有121点 121 比人的草主慢一点 但是比大部分精灵都要快了 这个精灵 属性是一个龙家一般系 之前还猜测是什么神兽的 什么退化型 好像跟神兽没什么关系 物攻啊 什么防御啊 特防啊 这些都是比较一般 都比较一般 就速度很快 它有一个叫 断尾的技能 断尾 断尾这个技能很牛逼 新技能 减少自己2分之1HP 制造一个替身 并且与后背宝可猫进行交换 掉血自己造替身 然后换人 哇 这个就很厉害 有时候你后面那些大哥出来 可以用这个来辅助一下 并且他这个有个特性叫再生力 那再生力这个特性 你收回来还能加血 你断尾掉血 你再生力再加血 等于你就是没掉多少血 其实速度也快 你可以先手 直接先手 开始打的时候 马上就一个断尾换回来 你对面又打不到你是吧 对面打到你后面那个牛逼的大哥 或者打到你的替身上面 特性褪皮的没什么用 有时候会治愈那个异常状态 这只精灵对战用精灵 对战可以开发的精灵 通关的话应该是不太好用 比较一般 就是对战 完全是对战设计的精灵 下面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哇 气势猴 气势猴 这个一开始你看的时候 我一开始看 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火爆猴 火爆猴应该是它的进化型 是叫气势猴 格斗系加一个幽灵系 这是什么属性 两个完全完全相反的属性搭在一起 哇 这个有意思 气势猴 那种族值535 速度90 特防90 武功115 HP HP HP110很高 这个HP 比较好 这精灵真的比较好 种族也真的可以 特性是干净精神力不服输 干净不会被睡 精神力不会畏缩 不服输是降低能力 然后自己武功上升两个等级 就是那个 钢兵批斩司令的那个特性 等于等下还有钢兵 等下钢兵也要介绍 这个格斗系加幽灵系你看看 想一下他这个格斗系加幽灵系 他怕什么属性 怕妖精属性 怕超能 怕飞行 怕幽灵 还怕什么 很奇怪 这个属性很奇怪 是没怎么见过 不怕恶习 不怕恶习 恶习打上去的话是一倍效果 火爆猴 看看火爆猴对比一下 你看这个HP 右边65 左边是110 多了多少都不知道 物攻多了一个10点 防御多了个20点 特攻多了10点 特防多了20点 速度的话降了5点 一开始我这不看这个种族子 我感觉应该不是进化型 可能是什么地区形态 其实看了种族子感觉它就是一个进化型 但是总总和都多了一个80点 这个精灵好玩 没想到第一代的精灵还能加强 火爆猴 那个拳击比赛 小字我还记得很早很早小时候看的 夺冠火爆猴夺冠 然后那个火爆猴好像离队了 那火爆猴我真的很喜欢 结果离队了 可恶 下面是爪王 爪王地区形态 土王 爪子里面它是爪王 土里面它是土王 毒系加地面系 右边是这个是帕迦形态的乌波 左边进化爪王 土王 土王很可爱 这个土王真的很可爱 土王而且诞生了很多这个图片 我们看一下 很可爱 萌萌的土王 这个眼睛一个小点 然后张开嘴巴 太好看了 这个土王真的好看 总足值我们看看 430 HP特别高 物攻75 防御60 特攻45 特防 比较高 速度很低 速度就20点 这比原来爪王速度还要慢 而且原来爪王的话是一个防御比较高 然后这个土王是特防比较高 防御跟特防对调一下 特盾变成了一个特度 特性毒刺 储水或者是淳朴 淳朴是梦特性吧 还是储水比较好 储水的话 你看它是一个毒系加地面系 本身若水 若水你带一个储水 比较好比较好 别人你水系打上来 直接就储水储一下 还回血 兔王 可爱的精灵 但是通关肯定是用不上 就只能对战就恶心人 专门恶心人的精灵 丑王一直是这种精灵 尤其是单打 你说这种精灵上去搞个什么 那种什么什么剧毒 肯定会剧毒 这货肯定会剧毒 百分百会剧毒 本身就带了个毒属性 土王啊 这个对战可以玩 下面是土龙杰杰 土龙弟弟 不清楚是进化型还是地区形态 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这个土龙杰杰到底什么东西 原来土龙只有1杰 他这个土龙中间变成这样子2杰3杰 杰数变多了 土龙杰杰 种族值520点 种族值是挺高的 HP125 物攻100 这两个都很高 速度55 其他的比较一般 慢速高血量 力度一般不是特别弱 特性天恩逃跑还有胆怯 那一般应该是用一个天恩了 剩下两个都没什么用 他会龙之俯冲啊 有时候会使对手畏缩 一个龙属性的100伤害75命中的技能 并且有个新技能叫强力转 100威力一般系技能物理的 可以无视对手的守住还有看穿 直接一个一般系本系的转过去 很疼还守不住 这个是招牌吧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种族值啊 土龙节节还有土龙弟弟 土龙弟弟的话 现在看下是一个415 而土龙节节是一个520 那看来是应该是一个进化型 多了100多点应该是个进化型 血量多一个25点 攻击也高了 防御也高了 特防也高 什么都高了 但是他的长相是差不多的 就像中间一截 然后土龙节节这里有两截 多了一截然后就进化了 这个具体我还不清楚是个什么情况 是我的猜测啊 你们如果后面有玩到了 可以弹幕里说一下 这个土龙是个怎么回事 下面是上次介绍过的 奇麒麟进化型变成一个奇麒麟 说错了 奇麟奇进化变成一个奇麒麟 还是一个一般加超能系 跟那个爱管是一样 也是还是会一个弱恶性 还是会怕一个咆哮 他虽然说是 他有个新特性叫维甲 维甲跟反芻两个都是新特性 维甲是可以使对手的宝可梦 无法使出先制招式 虽然你说对面咆哮鼓上来啊 不能击掌气息他了 但是还是有个恶性能克到他 而且他这个耐久你看一下 防御只有70点 血量是比较高 如果拉那个拉双防做一个空间手的话 那咆哮五应该不容易秒掉他 如果不拉防御不拉HP 那估计够呛 咆哮五太惊热一下 还是把他干死了 所以你这个维甲防他的机场奇系 还是没什么用 还是要被干 速度是他是一个60点 属于偏慢速 稍微偏慢速的一个精灵 肯定是会开细法空间的 这只精灵 特攻110 本身的力度就比较高 他自己也可以打人 自己也可以输出 另外一个新特性反除的效果是 食用素果后 能在下一个回合结束时 再次使用一次该素果 连吃两次 这回合吃完了 下回合结束时 又重复的吃一次 吃两次素果 如果用这个特性的话 带一个什么素果会比较好 我现在也没有想这个事情 你们可以讨论一下 带什么素果 吃两次会比较好 吃两次 下面是 哇 这个 这个是新的进化形态 钢冰的进化形态 批斩司令进化 葡刀将军 还是一个恶加钢型 看右边这个图片 太帅了吧 因为这就是日本武士 这二段形态进化以后 胡子变得很长 长得像刀一样 我这后背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后背没看见 这只精灵是真的帅 这是葡刀将军 我去 帅好吧 看一下种族值 总族值有一个550点 非常高 这种族值 血量100 物攻135 哇 135就比那个谁弱一点 比那个JJ龙弱一点 但是也是很高 已经很变态了 防御120 特攻60 特防85 速度50 哇 这防御120 血量 这特防 我去 这很强很强 这个种族值 就是稍微速度慢一点 那没所谓 他这个 他这个耐久根本不用怕了 好吧 我们看一下葡刀将军特性是不服输 大将压迫感 这个得改一下 这个 大将是一个新特性 随着被打倒的同伴数量 提升0.1倍 乘上数量的物攻和特攻 你队友比如说三个队友都死了的情况下 你就能提高0.3倍的物攻和特攻 感觉这个条件有点苛刻 你死了三个人 你这个物攻和特攻就只高了0.3 你死一个人就是1.1倍 还不如这个不服输 还是不服输好演 不服输还是强 被降低能力 然后上升两段物攻 那这个物攻本来135 上升两段 那有多恐怖 吓人好吧 这个玩意 属性恶加刚系 原来恶加刚系是 四倍弱格斗 他还是一个四倍弱格斗 比较怕格斗系 其他的还好 他有个新技能 叫什么 葡刀 葡刀恶系物理 威力85 PP10点 并且是必重 他这个85 比咬碎还要高一点 而且还是必重 那看来肯定就是 带这个葡刀了 咬碎是80 他这个葡刀是85 这只精灵很帅 可以用葡刀将军 搞个批展司令 牛杯 看一下下面这个 是原来的批展司令 原来批展司令 你看125的一个物攻 现在135 你多一个10点差不多 速度的话反而下降 下降20点 原来是70点 所以原来的这个东西就可以 现在可以带什么 带进化起始 是吧 现在有进化型 你这个二端形态带个进化起始 增加那个防御跟特防 那也很厉害 等于这个二端形态 你可以走一个 稍微耐久一点的那种 那种那种类型 不用完全考虑走一个 急速的一个状态 本身的防御100 特防起始 再加上这个进化起始 那也是可以玩的 等于就是 这个钢兵多一个另外一种玩法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因为有大的不用 你干嘛 干嘛用个小的加进化起始 你难受不难受 玩那个大的多好 还帅 是吧 最后是这个肯太罗 他这个肯太罗 这个地区形态是一个格斗型 然后右边这两个是真的不知道 格斗加火 格斗加水 我去 是肯太罗的进化型呢 还是说 就是其中另外两种形态 没想到肯太罗会有三种形态 这具体的数据我不知道 我是 现在这个没有这个东西出来 今天是11月12号 这视频有些地方看到 可能会比较晚一点 我会比较晚发 下期视频呢 我们会讲这个悖论种 还有神兽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支持一下 啊不 不容易啊这视频 我看一下多久 有一个多小时了应该 很少发这种剧场版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